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你旅行过多少国家最喜欢哪里呢 台湾第一个自制旅游节目 世界真奇妙的主持人 他去过的国家不计其数 而且他搭过邮轮热气球 东方快车还在云端上洗过热水澡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作家梁吕珠 跟我们分享他那些旅行中的闪闪时光 吕珠你好 慧玲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真的很期待 因为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 你一生中可以去旅行的地方 可能不是很多 但如果你有喜欢旅游 你又可以主持一个旅游节目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 当时来讲真的是 我觉得现在比方说 大家觉得旅行是很 好像稀松平常的事情 但是刚好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才刚刚解研 在那个之前 只能以很简单的旅行团的形式 这样大家出去玩 而且都还要用一些很特殊的方式 比如说商务签证那种 你不能观光签证出国去的 对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出去旅行 算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机会跟经验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对我这一生 都影响非常的大 是 其实这个问题一定很多人问过你 请问您去过哪多少个国家 老实说我真的没有数过 因为我觉得历史一直在改变 我们的地域环境 就是它的界限也一直在改变 其实我常常在讲说 你说去过几个国家 当年的南斯拉夫 就是我出国的时候的南斯拉夫 现在已经分裂成好多个国家了 对 没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去计算一个国家的数量 其实它本身并没有很大的意义 我想对我来说每一趟旅行 就是都是最新鲜的第一次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没有算过 已经也算不清楚了 对 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有它很特别 很美妙也好 很吸引人的地方都好 所以我不会觉得说我特别喜欢哪里 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跟它很值得去深入研究或者是理解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问我说 我去了哪些地方我觉得最快乐 或者是我很想再去 那我会觉得我自己是个蛮极端的人 就是我一方面很喜欢去日本 常常去日本 然后一方面我非常喜欢去像非洲 像我书中 我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那个加拉巴哥群岛 在中南美外 就是达尔文去的那个群岛 也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两方面 我都两个极端我都得到很大的快乐 因为日本就是一个文化上面 它是非常细腻 然后境界是一直在人的那种 人的文化境界一直在钻研 跟一直在推的那种方向 但是在到非洲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非常喜欢动物 然后非常喜欢大自然 所以到那种地方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自己的那个肾上腺素 都是那种非常有存在感 然后非常高涨 然后非常的兴奋 你讲到日本 我们先来聊一下 你书里面讲到 刚刚好整修完毕的东京车站 对 其实东京车站的造型 如果我们勤快地去翻一点台湾的历史 台湾的很多的车站也是长得像那个样子 对 因为其实那个就差不多从明治到大正时期 那很多其实历史上的因缘的关系 所以当时日本有很多的建筑师也好 种种的就是我们在这边很多的建筑都会跟当时 日本他们所流行也好 当时最会盖的一些房子的造型都是很类似的 我们会觉得很亲切这样 对 但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就是以东京车站来讲 它这一次的复原 它等于是在2014年它满百年 它在等于是1914年的时候 它是开始启用 是 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东京车站的复原 是复原到大正时期的样子 哇 100年前的样子 100年前的样子 就是这么的优雅 但是它刚开始在成为就是它要开始整修之前 其实它也已经已经也是一个历史建筑 但是它那时候的模样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也就是说大战中间的时候它曾经被炸毁 其实在1914年启用之后 它第一次是在东京的地震 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已经有损毁 然后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又被炸毁 所以在战后他们在复原的时候变成因为资源跟经费不足 所以它并没有复原成它当初开幕的时候样子 它只是比方三层楼的建筑 它只复原了两层 修复了两层 所以就其实是不一样 但是现在这一次的复原 它等于是回到它最美丽最辉煌的时代 对 那我自己好喜欢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说 像我们台湾现在有很多历史建筑在重新用的时候 我们最大的用途就是做咖啡厅 那我自己会觉得说 当你到东京车站这样的地方 它一种历史的氛围 你会觉得你在跟古人做的同样的事情 只是火车的造型跟性能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你会觉得你这个阴脉这样子 那种历史的产生它是存在 然后你走在这个空间 你可以想象一百年前的人 他们穿着什么样的服装 是什么样的氛围 我好喜欢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历史建筑存在的那种气氛 而且其实它还设计了一些巧思 就是让你可以在其他的建筑物上面远眺看它修复之后漂亮的样子 对 因为它其实它周围有很多的新的那种办公室的建筑 那都盖得很大 可是日本人他们在做的时候 他会保留第一楼层照它原来的方式 也就是原来可能是九层楼高或怎么样 他就会把那个底座的地方保持那个原来的外观 然后再从后面去盖大楼 这是他们比较常做的做法 对 比如说像我们在欧洲看到 也许他们就是保留了建筑物的外观 一定都是不变的 对 但它里面会做现代化的更新 对 那不论如何 它都是把这个城市的建筑物最好维持在它最漂亮的那个样子 对 而且他们都会包括像以东京车站 现在斜对面有一个新的叫Kiteo 它就是邮政大楼邮政总局等于重新盖 它盖了以后它还是留了他们以前的那个 等于是好像邮政局长办公室 那个窗户就对着东京车站 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去那栋大楼参观的时候 你就还去看到它那个办公室是保留的 那个原样保留下来不是只有外观而已 就是那一个办公室 就是眺望东京车站那一个局长办公室是保留下来 我知道你有一张照片也是从那边这样拍出去 对对对 所以我自己我自己蛮喜欢历史啦 所以就是去看这种东西我都会觉得非常的有趣 我也很喜欢 我们刚刚说你去了日本 去了欧洲 去了北州 中南美洲 我对于其中一篇很有兴趣 就是在欧洲看到的街头艺人 街头艺人 对 他们的街头艺人的表现跟台湾其实差很多 对不对 对 因为我觉得台湾这个 这个不是属于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 应该是这样讲 有啦我们以前也有所谓的杂耍跟卖艺 但是这个东西并没有一脉相承的一直留下来 我觉得在欧美有些国家 他们是一直都存在的这个东西 对他们传统是 对他们就有这样 所以其实到欧美 欧美很多国家我觉得都可以看到街头艺人 只是说形式上有些或许不一样 但是这里面呢我就会觉得像维也纳 维也纳我就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音乐之都 那所以维也纳的街头艺人 我觉得他们的素质是非常高 而且就是又很密集 所以我觉得在维也纳的街头 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就是你几乎随时在享受表演 对 但是我自己特别印象深刻 其实我这次没有写在书里面 关于街头艺人 就是我曾经去西班牙一个叫玛优卡岛 玛优卡岛很有名是因为肖邦 肖邦曾经在那里一段时间跟乔治桑 我在那里看过一个让我毕生难忘的街头艺人 街头艺人都是各式各样的表演 有些人是杂耍 有些人是唱歌 有些人是墨剧都有 那有些甚至是画画 各种表演 那个街头艺人在玛优卡岛 他就坐在街角 他把自己画成桌别林 然后就坐在那里 然后放了一个用那个炒菜锅还是那种锅子 就放在前面就是收钱 用纸箱把自己围起来 我一看他 我觉得他应该是不良于行的游民或什么 就是我看他那个姿势 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应该是不良于行的 也就是他没有做任何的表演 他只是把自己画成作别林 但是我就去给他钱了 因为我当下 我觉得心里有一种感动 就是说 即使到他那样子 他不是以一个行企的形式 他大可以 他假如这样子 他可以做乞丐 但是他还是很有尊严的 把自己画成一个着别人 那个我在我这里这篇街头艺人 我特别有谈到 就是说我觉得 比方说你到澳门去看到那些表演 仿街头艺人 但是他没有 没有现实的这种需求的时候 他就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沧桑 他就没有卖艺人的灵魂 那那个人身上 我就是看到一种卖艺人的灵魂 我觉得好感动 说不定他过去之前 也有可能 在他也许在不良于行之前 说不定他也是一个 很优秀的街头艺人 但是他今天是这样 也许脑海中会开始 帮他编了故事 对 这种人就是很迷人 就是他有一个表象 可是他的深深的那种故事 在那里你就会感受到 比方说伦敦 伦敦街头艺人也非常多 但是他可能在每一个景点 都会有一两个人站在那边 那以台湾来讲 我们是集中管理 我们在少数地方才准你出现 类似这样 但是在维也纳 在最热闹的街上 几乎就是到处都是 那我当然不知道 他们的当局是怎么在管理 可是我听说很多的 因为维也纳本来就音乐制度 很多音乐学生 所以很多学生 其实就是去磨练自己 所以你常常都可以碰到 很专业的演出 对 我有一个朋友 去国外留学 他说他真的 其实他不是要去赚钱 但是他觉得那很有趣 他就跟着同学 礼拜六礼拜天 就去街头表演 他说那个对他来说 是一个生活的乐趣 对 就是我想互相 就是他们也从中学习到很多 那以我们这个路人来讲 我们也享受到很多 在飞机上洗澡是怎么回事 这真的太特别 对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特别 我觉得这也只有在 像杜拜这样子 那么富有的这种国家 才会做这样的事情